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空海讲老子道德经 我不是在讲抽象的观念之见 我是在协助大家去看到实相 这是大家每个人你的一生中最重要的课题 不管任何人 你只是迟早而已 不管任何人 你都想要去了解 想要去探讨的生死大事 以及真理实相 所以要知道 这都是每个人你的生命之中最重要的生命之学 那空海是凭着良心 从没有污染的心灵源头流露出来 把我所知道的来跟大家分享 我是用心灵在讲 希望大家也用心灵来听 不是用头脑观念之间 你要用心灵来听 你才能够听出听到道的心声 道的心弦 当然是放轻松 并不是绷紧 而是你要一心一意 用心灵来听 你用心灵来听 你就会得到很多的无价珍宝 因为这些珍宝 第一个是你本来就有 第二是遍一切处都存在 只要你懂得去欣赏 你真的能够看得懂 你处处都可以得到生命的无价无尽之宝 好 我们先前半段来跟大家再介绍一下 道的一些道是什么 道在哪里 因为时间的关系 等一下我们还要用幻灯片来看 现在请大家看第四章 也是讲宇宙的这个本体对道的描述 我现在讲一下 有几章都是在讲宇宙的本体 这个对道的一种描述 因为时间的关系 有些我练过 然后重点我再讲一下 道冲 而用之或不尽 冤兮是万物之宗 暂兮是或存 无不知谁之子 像帝之先 这里他在描述这个道的奥妙 它是万物之宗 包括所有的日月星辰 所有的银河系 所有的山河大地的种源头 老子所看到的是这么的深 像这方面 唯有现代的天文学家 他们可以逐渐的来了解 到真的 这整个的虚空 整个的大自然 是这么样的广泛 这么样的奥妙 所以我很佩服 老子在2500多年前 竟然能够看到这么的深 竟然能够看到当今科学家都还看不到的那个境界 那他讲的不是抽象 不是幻想 不是想象 他讲的都是实相 所以我很佩服 老子竟然有这么高的智慧 可以看到这么的深 然后他还看到 一般的宗教认为说 我们有这个教族 然后我们有这个 我们的上帝 然后创造什么 创造什么 好 你讲出一个什么创造万物的这个上帝 老子看到的是 你这个上帝也是从道演化出来 在你还没有这个上帝之前 就已经有道的存在 老子的智慧之高 这究竟就在这里 所以老子的智慧 它是超越一般的宗教 超越一般的宗教 所了解的这个上帝的层次 好 所以这里重点就是 无不知谁之子 因为他觉得 他一直的去了解这个道 他知道 他看到的就是 他就是一个最高最远最深的源头 那所有人类所有众生 你描述说什么神 什么上帝 老子看到的 这些都是道之子 都是从道演化出来 好 请大家再看 第六章一样有讲到道 对道的一种描述 故神不死 是为玄聘 玄聘之门 是为天地根 勉勉若存 用之不勤 用之不尽 这都是最道的特征的特性的描述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就不详细讲 然后这里要跟大家透露的就是说 老子看到的道 无极 空 竟然是所有万事万物的根源 玄聘就是它能够产生万事万物 万事万物 日月星辰都从中演化出来 天地 日月星辰 地球跟太阳的根源 也都是从那里演化出来 所以老子讲的都是宇宙观 整个的实相 让我们大家了解我们的源头 源流在哪里 了解万事万物的源头 源流 所以老子他所探讨出来的 就是道 就是无极 就是空 请大家看十四章 十四章 这也是对道的描述 因为道是太深太奥妙了 那道呢 四之不见 明曰矣 听之不闻 明曰息 脖之不可得 明曰唯 此三则不可置结 故混而为依 其上不角 其下不昧 神神不可明 父归于无物 是位无状之状 无物之相 是位恍惚 赢之不见其手 随之不见其后 哇 我实在很佩服啊 老子 对于宇宙的本体 他观察的这么的深入 观察的这么的维系 你看哦 这都是对宇宙本体的 具体的一个描述 那老子他越观察 越觉得说 哇 我很认真的去看 但是视之不见 还是没办法 真正完全的透彻了解 视之不见 听之不闻 宇宙的很多奥妙 很玄玄虚的 宇宙的这个道 那种无声 无疾那个世界 你是看 用眼睛去看 你看不到 用耳朵去听 你也听不到 他的奥妙 你想要去抓 你也抓不到 这个都是在描述 道的玄虚 道的奥妙 那这方面 此三则不可自解 故混而为一 也就是说 我真的没办法详细的描述 任凭我在怎么口若贤和 辩才无碍 我也没办法清楚的讲 道 到底他完全的整个形象 具体的讲出来 我没办法 所以老子还是一样 只能够从他所理解的 来尽量的描述 真的 他已经 我所发现在这地球上 有留下来的资讯里面 对道描述的 已经是最清楚 最具体的人 老子对这个最玄最深的宇宙本体 到现在我所了解 他是地球上所描述最深最玄的人 也就是他是看到最深最玄 像这些都是在描述道的奥妙 那我们现在请大家看二十五章 有物浑尘 先天地生 即兮聊兮 独立而不改 周兴而不待 可以为天下母 无不知其名 智之曰道 强为之明曰大 大曰是 事曰道大 天大 地大 人亦大 欲中有事大 而人居起一烟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这里真的 每一句 每一段都是铿锵有力 我很佩服老子的智慧 就是因为他讲出来是实相 而且都是很精简 如果一般打拳的话 或是练什么剑 如果你在初学的话 都是这样花拳绣腿很多 招数很多 但是真正的顶级的高手 他不会那些花拳绣腿 他招数不用很多 但是他出招就是干净利落 真正懂的人 他就是切众核心 干净利落地讲出来 是懂非懂 你才会讲得很抽象 很玄 讲很多 所以我很佩服老子 出招都是干净利落 讲出来都是这样 很实际很切实 也就是说没有半句绘画 这就是真正懂得 他讲出来的就是实相 不避罪言 你看 有物浑层 先天地生 这都是在描述道 所有的日月星辰 所有的众生 你在还没有出生之前 你还没有产生之前 就已经有道的存在 如果大家有那种天文观的话 天文的演化 银河系的产生 太阳系的产生 地球的产生 以前我们在讲课过程 一样都有介绍这方面呢 那你要知道 太阳系 银河系 你还没有产生之前 道就已经存在 你讲出的任何人 包括你任何再伟大的神 比如说 你很崇拜孔明 很崇拜关公 或是崇拜谁 你心目中最高的偶像 他都是道之子 从道演化出来 所以老子看到说 这个道 他就是万事万物 所有日月星辰的源头源流 先天地生 因为有道的存在 所以才有一切的存在 即兮 辽兮 独立而不改 轴行而不待 这就是说 道 他是无形 无极 他是即兮 辽兮 这都是一种描述 一种形容 他独立而不改 也就是说 他从以前就存在 你说谁创造他 老子找不到 创造道的人 因为老子 也还没办法找到 道的边际 如果你能够找到 道的尽头 道的边际 那你还可以说 那我再去到另外一个世界 到另外一个宇宙 然后去看看 是不是另外一个宇宙 创造这个宇宙 当今观察宇宙 现在最高深的 就是哈勃太空望远镜 哈勃太空望远镜 它现在所观察到的是 150亿光年的 这个宇宙的范围 但是 那是天文学家推测说 宇宙诞生在 150亿万年前 但也并不是说 我们已经找到了 宇宙的边 我们已经找到宇宙的尽头 当今的最顶尖的 天文物理学家 没有人能够找到宇宙的边 老子也是同样的感受 我没办法 找到道的边 道的尽头 也就是 我还没办法找到道的边 你看 所以他觉得说 这个道实在太奥妙了 太伟大了 所以实在太大太大了 没办法形容 那道底 它本身就没有名称 这个道本身没有名称 无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 因为它本来就是实相的存在 实相的存在 它本来没有名词 没有名像 就比如说 我们拿着一个苹果在这里 当然我现在讲苹果 那大家就知道说 一个苹果在这里 但是如果以这个实相 它实际存在的话 它本身有没有名称 有没有名称 没有名称 是人类为了沟通方便起见 我们把它贴上一个标签 这样知道吗 所以所有的名像 都是人类去贴上的标签 那中国人有中国人的 贴上的标签的名像 美国人有美国人 贴上的标签的名像 日本人有日本人 贴上标签的名像 欧洲人非洲人 都有他们贴上标签的名像 但同样这个苹果 不管你贴上什么样的名词名像 它的本质是不是都同样都相同 都相同 问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 如果众生来到 你是在名像抽象上面钻研的话 你没有看到实相 那你就会见征不断 这样知道吗 如果你看到实相 你就会来到无征 如果你真的看到宇宙的这个源头 你就不会有宗教宗派的分别 你就不会认为说 我这个才是正派正教 我是正义之师 别人是邪魔外道 如果你能够看到万事万物的源头原流 真的你会来到无征 但问题是你要超越那些名词名像去看到那个实相 所以要知道 道不是说他本来的名字叫做道 只是老子他观察宇宙这个实际存在的实相之后 然后他勉强把它称为叫做道 所以有很多人衣服上穿的那个写个道字 写个一个很大的道字 然后我就是在修道的人 你要知道这个道字 这个字可灵 它就不是真正的道 你要去找到真正的道 所以所有的万事万物 它本来就是没有名词没有名像 这个叫做无字天书 这样了解吗 所有实际存在的万事万物 本来就没有名词就没有名像 它没有文字 没有名像 所以实际万事万物的存在 就是无字天书 问题是无字天书 你真的要静下心来去看 你才看得懂 它在跟你视线宇宙的运转法则 宇宙的特生特性 如果你没有仔细去看 你没有用心灵去感受 你看不到 看不懂 你经过千万遍 你还是看不懂 所以我们就是要透过语言名像 然后去看到实相 所以要知道 道 那是全说 也是个名词名像的全说 所以 本来宇宙的这个实际 本体的存在 它就没有名像 那儒家把它称为空 所以佛教 佛家有把它称为空 那空中生妙有 佛家就用这四个字 把道生万物 就用这四个字把它描述出来 空 空 空中生妙有 那空是佛家的最高智慧 这是最高智慧的呈现 道 老子把它称为道 那修道的人他一样要来到 想要得到成道最高的智慧 就是要来到体道 物道 行道 语道合一 佛家把它称为无极 对这个没有名像的宇宙的本体 佛家就把它称为无极 但是名像上不同 本质上完全都是相同 都是在描述同样的那个东西 如果你真的了解 那就没有见证 所以叫做 如是道同源 这个不是说一个抽象 一个我心胸广大 那包容你们 不是光是这样 他本来实相就是这样 同源 基督教 天主教 伊斯兰教 所讲的真足 上帝 都是在描述 这个宇宙万事万物的源头 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 有形 有相的一个超级的神 然后在那里掌控 在那里操控 那就变成把它矮化了 所以一般人所了解的上帝 有形 有相的这个上帝的话 那你就把道矮化了 所以老子就讲 如果你找出来 那个上帝是有形 有相的 一个创造 一个主宰 那这个他都还不是 真正究竟的那个道 也就是说不是究竟的那个上帝 那天主教 基督教 他们所讲的 一样都是要探讨 那个万事万物的源头 源流 只是你把它变成具象化 人格化之后 你就把它矮化 所以老子前面就讲 道 那是你所具象化的任何神的源头 源流 好 这个源头 源流 你把它称为道啦 或是空啦 或是无极啦 或是你把它称为上帝 这样也可以 名词不一样 但是你知道那个本质就是相同 这样就没问题 你这样就无增 这个源头 源流 然后你把它变成 这是我们的上帝 然后你要信仰我们的上帝 你才得救 然后你没有信仰 然后你就不能够得到上帝的宠爱 象征化 你真的把这个道 把真正的上帝 你把它矮化 把它人格化 你把它变成二元对立 这样都是不够究竟不够正确 所以我们要了解 老子看的宇宙之高之深 那是超越一般的信仰层次 超越一般众生所理解的上帝 好 我们现在请大家再看42章 到生一 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复因而抱扬 充气以为何 你看这句话 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创世纪 这句话就是在描述 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仪 在四项八卦十六 三十二 六十四 一直的演变 所以我们要知道 儒家 义经 太极 一样都是在描述 万事万物的一个演变 所以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前一节我们已经有稍微介绍过了 那我们要了解就是说 所有的日月星辰三合大地 都是从道演变过来 好 那当你演变成为 有形 有像显像化的时候 要知道万物复因而抱扬 充气以为何 义经里面他把这个 他就用得很好 他用一个圆 然后里面一个线 然后一边是白 一边是黑 那白中有黑 黑中有白 这是我们把它称为 这是一个太极土 当我看这些 我真的也很佩服 能够画出义经的 这些古圣先贤 他们的智慧之高 他们把宇宙最奥妙 最深的运转法则 把宇宙的实相 用很简短 很浅显的图样 把它呈现出来 《义经》是在描述宇宙的奥妙 宇宙的变化 描述万事万物生成的过程 你不要把它当作 只是算命啊 补卦啊 看风水啊 那个都是树的应用 你要去看到 《义经》它的智慧 它所要告诉我们的 非常高深的奥妙 宇宙的奥妙 所以这里就在告诉我们 现象界生成之后 它一样 它是阴阳合一的 物质生成之后 它一定是有阴 也有阳的存在 地球有众生 有动物的存在 所有动物一定是 有阴也有阳同时存在 而且很重要的就是 阴阳它是完全平等的 你重男轻女男尊女卑 这个都是不正确的观念 本来就是男女平等 两性平等 万物它一定是要阴阳的合作 配合之后 它才会演化 那演化出来 它本身一定是阴阳 同时存在 所以有白天 有黑夜 你一定要有阴阳 它才会运作 人 包括每个人 你本身 你的生命中 有阴性 有阳性 男人也是一样 男人 你是阳性比较多一些 你身体里面 一样有阴性的存在 女人还是一样 你身体里面 你呈现的是阴性比较多 但一样有阳性的存在 所以这里就是 万物赋阴而抱阳 充气以为何 树 一棵树 它一定要有地上的阳光下的 这是属于阳的层次 但它也一定要深入 没有阳光照射的地里面 它要这样 它才能够活着 才能够存在 所以千万不要说 我要修出一个存氧之体 要把所有的阴都全部都砍掉 全部都去掉 孤阴不生 孤阳不长 要知道 整个现象界的存在 它一定是阴阳同时存在 也唯有阴阳同时存在 你的生命才会和谐 一个人 为什么他会阳光的暴怒 生气的脾气暴躁 那是因为你身体里面 阳光太强 阴柔太少 那这方面 你要调整 要治疗 就是你要增加阴柔的 这个成分 一个人个性太懦弱 太畏缩 这是你阴柔太强 阳方面的 太少 那你这方面你要改善 你就是要 多加强 你的这个阳光方面的 专门的训练 要有信心 要有魄力 要有承担力 那生命的最高 它是来到 大圆满 它绝对是 阴阳平衡 好去体会 每个人生命最高的和谐 一定是阴阳平衡 你阴阳失衡 你的生命就会有所偏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是一样 你要阴阳平衡 那你才会真正和谐 社会也是一样 要阴阳男女平等 这个社会才和谐 家庭才会和谐 一个家庭里面 一定要来到 夫妻 阴阳 平衡 平等 大家互相尊重 大家完全站在平等的立场 你这个家庭才会和谐 社会要和谐 一定是要来到 大家都互相尊重 而且现象界产生之后 还要充气以为何 这个充气 这个气就是道 这个充气就是能量 这个充气就是宇宙的这个道 这个能源 你现象界要存在 道 能量 这个气呢 它还是一样 每天每分每秒 都在补充给你 如果你没有空气 没有道 没有这个能量 每天在补充的话 你很快你就死掉 所以要知道 你继续每天的存在 每天的存活 道 能量 能源 除了我们吃的食物之外 道 能量 能源 气 都不断地在补充给你 所以说 道 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像基督教 天主教要找上帝 你不知道的话 你就要到贪汪世界去找 在心外去找 心外的一个偶像 如果你了解的话 道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也就是 真正生命的源头 真正生命的 这个究竟归处 上帝或是道 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他每天每分每秒 都在帮你充气 好 我们前面把道 做一些 简单的描述 叙述 我们现在来看幻灯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